今天新聞線報內幕追真相 歡迎上線 觀眾朋友晚上 我是呂惠銘 我們要帶你來看看國民黨通令黨籍民代 不准批科果然獲得了民眾黨的回報 雖然民眾黨該殺還是殺 但是這一回在國會新會期一開始 一開始我們看到藍白聯手 現在是退回的總預算 但是我想多數的國民想要問藍白的是 請問一下這些立委諸公 你們有誰認真看了預算了嗎 為什麼用這種全部退回的杯葛方法呢 這樣子做到底是不是你們心中只有杯葛 只有黨派而沒有國家人民的利益呢 好 這種報復性杯葛接下來要怎麼發展 我們持續的觀察之中 但是黃珊珊這個記者會之後快閃美國 代表的是要代表柯文哲到美國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你不是停權了嗎 你這個停權的立法委員在民眾黨看起來還滿大牌的 率領幾個立委一起舉行記者會 說是金華城這個案子台北市本來就有權自訂容積率 所以就是台北市決定的 啊不然你是要怎麼 好 那麼這表示說審訊金 他現在坐在監牢裡面 他只要撐住是不是多出來的500億就妥妥的進入他的口袋了呢 等一下要帶大家來了解一下 另一方面來看看美國外交界的第二把交易康貝爾他坦承了 他說中國確實在經濟上在科技上對美國構成了史上最大的挑戰 換句話說美國跟蘇聯時期都還不是最大挑戰 而是此時此刻的美國跟中國之間的競爭 那麼甚至像有傳言表示呢 美國的海豹部隊事實上已經命訓了一年多 要針對習近平進行隨時可能的斬首行動 真有這樣的一個狀況嗎 我們稍後待會兒有社會的討論 先來介紹一位來賓主任介紹是知識媒體王艾德 菲敏好 大家好 前民進黨中央委員張藝善 菲敏好 大家好 再來介紹是國民黨的這個台北市議員周小平 大家好 我們介紹的是知識媒體的邱敏玉 大家好 再來介紹是民進黨的政策會議長王一川 好 稍後待一會兒這個前科市府的都更規劃師林冠年也會來到現場 那麼我們今天就來看看今天新聞的最熱話題 民眾黨立委黃國昌控訴司法政治迫害 立院開議第一天就跟綠委暴衝突 難道是要幫柯文哲復仇 民進黨立委議場叫囂 黃國昌帶著民眾黨立委議場叫囂 跟步步進逼行政院長卓榮泰 只見民進黨立委林楚英被卡在中間動彈不得 但黃國昌似乎也沒打算收手 請你不要一邊對著我噴口水 還用身體不斷的逼近我 讓人覺得不舒服 我莫名其妙的指控 我是不會隨他起舞的 畫面會說話 為什麼一定要用身體壓過來 這是電車吃汗才有的行為 黃國昌你是電車吃汗嗎 林楚英 黃國昌隔空護槓 而立院開議重頭戲招委選舉 原本黃國昌期待與藍營協商 能夠拿下交通委員會招委 但國民黨團總召富昆奇 卻在黨團大會表示 這回恐怕難禮嚷 新會期審日算民眾黨磨刀破破 但先前張祺凱高喊 要凍結總統府預算 引發綠營批皮 如今傳出黨內擔心 失出無名孔子商 一機踩煞車 民眾黨拼扮演關鍵八席 黃國昌領軍首戰響展現破例 卻意外得到吃汗形容 開心大合照留下難得畫面 時代力量辦第三勢力研討會 黨主席王婉鈺一旁站的 竟然是民眾黨的蔡壁如 畢竟柯文哲涉灘案 時代力量批評可沒聽過 柯主席的事件之後 是不是這些小潮 他會回歸到燃火綠 我個人認為是不大可憐 第三勢力這些的代表 我不曉得他要人的原則是什麼 就由我來跟大家合和一下 但怎麼不邀請也曾帶過 實力的民眾黨團總召黃國昌 難道是雙方清潔未潔嗎 出席與會的親大教授姚仁多 過去就曾批評黃國昌 成就個人權位 卻犧牲了時代力量 加上國會藍白河 讓多數小黨無法認同 而柯文哲更成為檢討對象 柯文哲遭羈押後 黨內領導團隊 似乎變成黃國昌 黃珊珊等人 而蔡壁如也說 自己並非黨內核心人物 聽到黃珊珊代表柯文哲赴美 還一度露出混禍表情 他代表柯處席嗎 還是他代表誰 我不知道 果然我都不太關注 這個黨中央的人士 民眾黨作為第三勢力最大黨 在柯文哲被羈押後 領投揚地位 所有小黨似乎苦事淡淡 好 我們來看國會新會 其實登場真的是藍白秒開戰 只是我們想要問的是 這開戰的結果損失的 究竟是民進黨 還是損失的是人民呢 瑞德 對 沒有錯 事實上損失的是國民黨執政的現實 那麼為什麼這樣講呢 那麼立法院一開一 當然嘛 也是立法院去邀請行政院來備詢 來了以後 果然黃國昌 黃國昌反正他就對誰不爽 對誰有意見 他就叮叮叮叮叮了 所以他對NCC的代理的主委 溫博中就有意見了 就出去 叫他不准在這個地方就對了 出去 然後跟他講話 沾一大堆就對了 那我覺得他在罵的時候 他要恢復他咆哮的本能的情況之下 那麼韓國瑜就軟釘子給他碰 我跟你講 這個蕙琦雖然表面上說藍白很合 對不對 好像接著緊密 其實已經我觀察已經起了化學變化 為什麼呢 你看 上個蕙琦 黃國昌的頭讓傅昆琦摸 對不對 一洗腫招 這個蕙琦 現在已經跟你講 一洗腫招 都沒有了 你知道嗎 已經沒有腫招了 他們不是舉牌子在那邊罵嗎 對不對 罵的時候呢 罵的時候很奇怪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黃國昌霹哩啪啦 在那邊咆哮的時候 咆哮民進黨的行政院長 這些一樣有舉牌子的 這個黃珊珊卻跟民進黨的立委 有說有笑 這個有意思啦 有說有笑 就是這個畫面 對 就在那邊有說有笑 快點開槓 你知道 還在開槍 那邊氣氛不錯 氣氛的弱 各位 厲害吧 這不是更落實了小英女孩的稱號嗎 沒錯嘛 說到這樣 對不對 有說有笑對不對 他本來就綠的啊 本來就綠的 對啊 不用踹他一腳 你在那邊舉牌子的時候 照你來講 應該民進黨兩個人水火不容嘛 結果無幾包就 黃國昌霹哩發到大聲聲 你在這裡有說有笑嘛 是 那麼 毫無違和感 所以這畫面真的是一家人的感覺 對啊 你就知道吧 那黃珊珊跟這個民進黨的關係 你是不是又被人家拿來做文章了嘛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我要告訴各位就是 藍白核只是表面的 因為他們已經起的化學變化了 因為這個所謂的總預算 不是被推回去嗎 是 各位 可不是黃國昌把他退回去 國民黨複合 不是 事實上是無黨籍親國民黨的 高金數媒為了他原住民的 一個預算嘛 所以他提議最後呢 藍白連手把這個總預算 退回去嘛 那個總統呢 賴清德當然說 這個是罕見 事實上也是罕見 你對個別預算 個別部會的預算 凍結來退回 這個我可以理解 你的總預算全部退回去的話呢 非理性的杯革對不對 民意為什麼會嚴厲這個批判 我告訴各位 我為什麼說傷害到的最大 最多不僅是全民 而且是國民黨執政縣市 因為現在有十幾個縣市 是國民黨執政啊 我跟你說 像我所居住的 三峽北大特區的捷運三英線 就靠前瞻基礎建設預算的 相關的補助啊 這些包括捷運問大線 雙北跟捷運都卡卡卡 預算都在這裡被你卡住啦 我這樣坦白的啊 然後其他的相關的預算 比如說 你們北大特區要騎著空氣啊 可能他可能 有沒有捷運差這麼多 完工已經遙遙無期 已經一拖再拖了 現在又要拖 然後緊接而來 你們就讓藍白連手跟你招攤嗎 緊接而來 所以他招 不好意思 不是招攤棍而已 全國都招攤到 全部都招攤到 你只要有 而且今年的很多的款項 很多的補助款又增加 全部都卡死 卡死在這裡 你的給年輕人黃豬津貼 還有這些給學子的這些 學費的補助 還有這些老人家的 還有生孩子 全部都在裡面 全部用來這樣 重新卡死在這個地方 昨天晚上 因為他們現在不是開始 到處辦活動說要申約阿伯嗎 那很多有些媒體說 500個座位 座無虛席啊 現場還有人喊出說 連網路上有超過五萬人看 告訴各位 我常常在選舉幾天去替人做選 高雄 高雄是跟台南我常常去 這個地方去過兩次 這個現場 我告訴各位 不是一個不幸的消息 什麼不幸的消息 隨便一個議員 都是漏幾千人出來 整個島在高雄漏五百個 你跟我說五百個 這叫做無虛席 爆滿 我記得有人預言 不知道是張藝燦還是誰預言說 再來在很多地方 他們都會辦室內的 個別縣市辦一場一場的是在戶外 但是呢 比如說在新北 現在都改辦室內 現在真的改辦室內 你知道為什麼 而且會用防疫的規格 做一個空格 做一個空格 室內場地珠小一點 爆滿了 寄不進來啊 還說要遍地開花就對了 告訴各位 事實上黃國昌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呢 因為很簡單 因為民眾黨的四人幫出現了 四人幫是民眾黨真正未來帶領的領袖 因為阿伯幾個月不知道要多久 要找來不知道 第一個精神領袖阿伯他媽叫陳佩琪 第二個夾天子以令諸侯黃珊珊 昨天晚上飛到美國去的那個黃珊珊 第三位黃國昌 黃國昌 他還排第三 第四位蔡壁如 蔡壁如 我昨天看到蔡壁如的時候 他在慷慨激昂 對護學的力量 我們直橋對決一定要告到底 但你一個禮拜 你到底是當時要第一時間告到底 紅線跟捷運紅線一模一樣 陳志涵過去曾任台北市府發言人 學政顧問竟然會把紅線捷運當神路況 而陳志涵天文印出也引發網友朝聖 網友笑稱不只紅通通 還有黃子藍綠宗五彩繽紛 有人則大酸 我家中校東路藍通通 大家快冷死快救救我們 這種呢月領20萬我來做也不差 後續陳志涵撤下捷運圖貼文 並附上連環車禍照片 表示看起來有點嚴重要排除 還有一陣子 不過過去柯文哲要求7點半成會 然而陳志涵撤文的時間 已經是7點19分 還要大家早點出門 別跟他一樣遲到遭炮轟 還想找藉口 而20號正橋就是立法院開議日 陳志涵火速前往議場 站在座位席頻頻講話疑似在直播 心情絲毫不受PO錯文影響 只不過會把捷運圖誤認賊車 引發外界討論 柯文哲市長任內不止精華塵案 北市科BOT案由新售拿下 夜被告發圖例 北檢9月20號在約談6名 當時承辦公務員 而同一天議會調查小組報告夜出爐 議會調查小組洋涼灑灑 羅列8點結論4大建議 定調柯市府為標而標行政出師 有的要投資計畫書 但是呢星光這邊卻不用 在了流標之後他就為了能夠順利的脫標 而在這個行政過程當中 決策可能就有點舒適 我們沒有能力去看有沒有違法 所以我們才要把這個調查報告 今天大會同意後送交監獄 還有相關的監交兩位 而除了放寬條件 讓招標背離目標行政缺失外 時任新售副總的吳欣營 同時擔任民眾黨立委 社會觀感不佳 此外柯市府本來以花錢 為外訪問潛在廠商 後來又自己約訪業者 愛憑功能重疊 不尊重專業 市府應付決策權責 而調查小組也將報告結果 送監察院北檢即連證書 至於當時原大發聲明指出 自己為派員參與北市科招商訪談 則因為與市府雙方說法都不龍 且為出席議會調查 成為羅生門 而後續是否設警福利 也有賴北檢請出調查 好 民眾黨裡面是還蠻微妙的 我們看一下這個黃國昌現在 他摸那個摸中的 專門繞人出來 那底下留言摔牌 主席好 為代理主席暖身 所以現在很微妙 一個是被停權的 看起來也沒辦法選代理主席 但是不知道真的黃珊珊是大權在握 那黃國昌現在 我為什麼看到這個一般政論節目 都認為黃珊珊的勘戰 已經在黃國昌的前面了 你這麼看嗎 對 瑞德哥講四人幫 本來有個湯科叫柯文哲 柯文哲自己都說 民眾黨叫做拼裝車 如果我不在的話會四分五裂 這是柯文哲說的 非常清楚 如果柯文哲不在 接下來就是民眾黨四分五裂的時候 那現在為什麼不斷要去跑場 要把所謂的小草變蔥粉 把小草變成蔥粉的時候 他在黨內才能夠集結一股 他自己的兵馬 所以黃國昌在黨內的勢力是虛的 那我要講的第二個人叫做黃珊珊 黃珊珊的親民黨市集統 反而是最強的 因為他們過去在總統大選的時候 林國城各地把過去民眾黨 親民黨的組織 全部都排在所謂的地方的幹部裡面 所以這些東西變成是民眾黨 現在地方組織的主力 而黃珊珊昨天的記者會 你看除了在講所謂的容積率 大家比較不懂以外 等一下那個逸川回來解釋 但是我要講的是 你看一字排開 林國城坐在他旁邊 四個台北市議員坐在他旁邊 兵力展現 這個兵力展現不只是林國城 立委只有林國城挺黃珊珊嗎 立委不要忘記 當初立委的提名誰主導 是黃珊珊在主導 他是召集人 除了黃國昌 除了陳昭之叫柯文哲指定的之外 其他六位都跟黃珊珊都跟過去親民黨有關係的 所以黃珊珊不只在台北市 在立法院的系統也有一定他的實力 所以黃珊珊是大內高手 大內高手 黃國昌整個外面不來不去不粉絲 對 大家都說黃珊珊不是被停權三年嗎 他為什麼可以代表柯文哲出國 甚至未來有沒有可能變成代理黨主席 你黃國昌自己入黨的時候也簽了一個協議書嗎 現在不是理由叫做共赴黨難 我要介入黨務了嗎 所以黃國昌你在所謂的入黨的時候 簽了那個協議書都可以做代理黨主席 我黃珊珊定權三年 叫中平會重新改變一下可不可以競選 當然可以競選 民眾黨的法規就是初一十五不一樣 一個沖山 一個剃字 不許 兩個人 兩個人法規 你們民眾黨的黨綱本來就在裡面有彈性 隨時可以改嘛 所以這個東西黃珊珊一樣有心與 有志於所謂的黨主席的選舉 即使沒有 他也可以派出代理人嘛 林國成就是一個代理人啊 林國成也是資深的議員 也是過去親民黨敵方組織系統 都是他做成的 他為什麼不能選 為什麼讓你黃國昌選 所以未來所謂的親民黨系統 一定會有一個人來競逐這個黨主席的大位嘛 另外來講的就是蔡壁如叫邊疆派 叫冷宮派 被打入冷宮 被發配邊疆 但是不要小看這些發配邊疆的實力 因為很多的所謂小草 很多的民眾黨的地方組織基層 對於這一次的總統大選 障亂七八糟 你們吹冷氣零二十萬 我們在基層辛辛苦苦 什麼都沒有 他們認同的是誰 叫做蔡壁如 所以在民調上面 我們看起來很驚訝 原本以為都黃國昌 應該一支獨秀 沒有 三分天下 黃國昌22.5% 蔡壁如22.5% 黃珊珊加陳佩奇加陳志涵 這三個人加起來叫後宮派 圍在科文這旁邊 25% 23.5%加起來 所以加起來的時候 三喀都剛剛好非常的平均 所以未來民眾黨黨內的黨內鬥爭 會更加嚴厲 所以你現在很難判斷最後誰會勝出 也有可能阿伯回來了 回來了 你都不要吵了 對 我要講說阿伯只是請假 你們不要覺得好像變成神主牌 早晚三住 現在就不理柯文哲 阿伯如果回來 這個政黨會不會因為阿伯的 所謂的未來不斷的起訴也好 一省二省三省 甚至有其他的案 四北柯案都已經在打預告了 所以這樣的案子 你們又不敢得罪阿伯 因為你們奉為神主牌 神主牌如果回來 又要得回來做黨主席 所以這個政黨未來不只是 只有內部的分裂 還要面對柯文哲不斷的官司的問題 好 這個阿伯真的有可能回來嗎 現在看起來好像有可能 積壓兩個月 四個月之後 真的有機會回來 來看看現在話都咬得滿死的 朱雅虎他說我又沒有行賄 然後現在又約談了威京子公司 鼎盛董事林青 到底扮演什麼假 這個狀況 還有這幾個禮拜這樣累積下來 甚至都談到了虛擬貨幣了 阿川兄 金流到底走出來了沒有 最近去約談 應該是長啊 去約談這個林青 他到底是什麼 大家看看這個人 這一位仁兄 他在這個營建署 當過十一指等的組長 也當過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 也當過都市計畫 所以他這個開發案 從頭到尾裡面 專業的問題都是他在解的 所以他不管是便當會 跑去跟林周銘見面神經 帶他去找林周銘 去找這一個林青蓉 都帶著他 因為他知道什麼可以做 什麼不能做 譬如說要做個案變更 他說個案變更想辦法 不要用 什麼不要做 什麼不要做 我們要就你直接給我八百二 因為他熟悉那些相關的法令 所以這一次就也被召來 因為他剛好是頂月的董事 在負責做這個都市計畫的 這個變更 那當然這一位 這個王先生 他是這一個應小微的好朋友 因為現在上電視都不能亂講 好 他的好朋友 那就這些錢 有一些是匯到他個人的 這個帳戶匯到一些協會的帳戶 那代表沈慶晶在給這一些 不管叫酬勞 顧問費 公關費的時候 是習慣去用這樣一筆一筆 匯出去了 就是說他不是一家給你三千萬 一家你兩千萬 他就個別這樣一個一個匯 所以就會懷疑說 那這些錢有沒有變成 淨柯文哲的政治現金帳戶 淨柯文哲的協會 淨柯文哲的基金會 柯文哲旁邊的厲害關係人 是不是透過這種方式 把這個錢給弄出去 那這些錢在弄的時候 跟他有沒有關係 當然這幾天也在約談他出來 那這個案子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發現一件事 就是這個動工的典禮 這個動工典禮去查 這一天不是良辰即時 這一天不不宜動工 也不宜這一個就是進行相關的 這種開幕的活動 為什麼要特別選選這一天 選了這一天到現在 所有的風波都因為從這一天開始 這一天為什麼一定要趕在這一天 可是實際上的開工日又過了幾個月 過了四個月 是 他是十月十九號開工 為什麼搶著要動工 我跟你講 我補一句話 因為開工才可以申請貸款 那兩件事 建造不行 兩件事 因為這個開工完 大概一個多月就投票 對柯文哲來說 對那當地來說 就這個地方開始要發電了 旁邊的租工 這個金華城搞這麼久 黃偉這麼久 終於我們要發展了 是柯文哲這個市政府的功勞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這些連帶的銀行 是按照工程進度撥款 也就是說你動工撥一筆款 這個地下室這個封底一筆款 往上到一樓 扶到一樓的時候一筆款 接下來五樓 十樓一直上去 就一直撥款 所以去做了這個動作之後 這個動作不是怕那兩個 旁邊很多金控 所以這個洞下去有鈔票 又有選票 金控那些銀行的董事長 銀行搬錢 動工才可以搬錢 銀行董事長站在旁邊 銀行董事長都去幫忙洞 你還不撥款 你也來幫忙洞了 你還不撥款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撥款 可是拖了三四個月才正式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八十五個月 他跟市政府申請是八十五個月 竣工 從這個二月三號才開始算 竣工又要往後 因為這個往後拖 竣工的時間就可以往後拖 對 就八十五個月內要完成 所以他就是變成說 他中間十月到這個二月 中間他其實沒有在動作 要算第一天要從二月開始算 他當時的設計是這樣 所以洪建議就發現說 你如果這天 原來就可能就是為了銀行要撥款 好 那現在針對這個錢的事情 他們也講很多 說什麼 黃珊珊的說法 我不知道你信不信 端木真的錯啊 會計師偷懶啊 你們現在說什麼金流 金流根本沒查到 什麼比特幣 什麼鬼的 甚至說什麼 我們政治限制 什麼九九九九九 就是為了這個 讓他們好把錢匯進去 然後沒有可以匿名的捐款 人家說現在是會計師偷懶 沒有 這個案子有選過許多知道 這案子其實不難不難理解 就是收了太多現金了 收太多現金 那收了很多現金呢 又有一些又不敢全部拿回家 有些還是要拿去報 可是拿去報又會遇到什麼 遇到十萬塊這個門檻 就一個人可以捐十萬 可是這個傢伙呢 這個董事長可能拿了五百萬來 我就說會計師偷懶 你們都亂講 黃珊珊說的 董事長只能捐十萬 是 那老闆拿了五百萬來 那你要五十個人頭 老闆說我就給你錢 關了多少 我哪有多少人頭 最多我給你五個人頭 那剩下怎麼辦 那剩下呢 就是要找人頭 那找不到人頭怎麼辦 那就匿名了 那匿名就只能一萬塊以下 一萬塊以下 所以他變成要找一堆匿名 就一直劈一直劈 那個九九九九的 所以會計師是太勤快 一直幫忙去 你收太多現金我要處理 然後他又不敢把這五百萬全部拿回家用 又就把他拿回來總部拿去報 可是對會計師來說 你就沒有人頭給我報 那沒有人頭給我報 我就只能報一萬塊以下才能叫匿名 所以他不斷的去九九九九一直去 一直去一直去 人家會去過頭 人家去不夠 所以現在才會遇到這麼多的問題 其實就是當時收人家太多的現金 如果這些企業 這些跟個人全部用匯款的 全部用轉帳的 歷史紀錄上面都有 大概就不會有這些困擾 好 最近政壇有個很熱的話題 先看一下好不好 二極司錄 天地開張 萬事大極章 有嗎 有 空性數五 問窮筆 五金獎筆對天領 有嗎 有 知識五星 口家連頂 有嗎 有 點天天青 點地地靈 點人人中心 有嗎 有嗎 有 這個總統親自做這個叫什麼 點主官對不對 對 應該是臺灣史上第一次吧 對 總統是第一次 這引發很多討論 這一場我忍在現場 然後總統在這個儀式裡頭 他做了兩件事 一個是當點主官 一個代表家屬跟大家自協 意思就是說他代表家屬 然後是兩個是合在 連在一起 那這個點主其實賴清德 潘夢幻應該很感動吧 有這種兄弟 對 因為一般點主 跟這個代表家屬大概是兩個人 那點主是這個大部分都在南部 跟中部的海線 我也當過點主官 就中部的海線的人 就是很在乎這件儀式 那誰可以去點主 就是你的職位裡面有關的 你是當官的 當長的 那如果找不到當官的 找不到當長的 你就找地理師 找道士 那林佳龍有沒有當過點主官 有 都有 他那個都會氣指出來當點主官 但是我跟你講 跟賴清德最大的差別 賴清德當臺南市場 他要求所有的區長都要學 民政局長都要學 因為有時候找不到局長 那就是區長 那區長就代表市政府 那區長去喔 通常我們 比如說我在中部的時候 我在當點主官 我只有做動作 你不說話 對 練的這一些 都是旁邊的那個地理師 道士 那些老師在念 然後他就會叫我們點的時候 他就會很小聲說 右邊 左邊 級高 那你功能很低嘛 就是我們不太會 我們不太會練這個 你剛剛明明有在念 所以我那一天聽完之後 我就決定不在電視上講這些有的沒的 因為我們的總統太專業 所以我就想說 你發現自己太愛念了 我在想說 不夠專業 我前一陣子在動作去的時候 總統應該想說 這個小孩 而且他講的這一些文言文 沒人一陣子 就是說台語的文言文其實是蠻準的 那個點主的主的概念是這樣 他其實在那個神主牌上面 原來是寫一個王 那個神主牌的主是寫一個王 所以要把那個王上面再點一點 才叫點主 點主要點前面跟點那個神主牌的後面 點進去 是要讓我們那個三魂七魄 這個三魂裡頭其中一魂 能夠進到這個神主牌裡頭 因為神主牌本來是一個木頭 那這個魂進來 就代表有點開光的意思 那這一個這個原來這個木頭 是有開始真的有這個祖先進來的 那這一個這一個儀式 其實他在弄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在點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我們不太知道 我們在在比的意思 可是他是真情流露 對 他異陽頓挫 因為他自己唸 所以知道點的是什麼 對對對 然後大家點前面 然後等一下這個 就點到這一個這個神主牌的 這一個後面有沒有 點後面 點後面 對 那這一個是大家才發現 這應該是中華民國 或者臺灣史上第一個總統 好 謝龍介 去幫個人弄的 謝龍介他說 哇 這是第二三場 令人嘆為關子 有網友說 哇 真是被總統耽誤的大法師 你在那現場你看 你心情怎麼樣 要點阻的時候就 這個潘孟安跟他哥哥 跟那個長孫大孫 三個都跪在那裡 要手勾著手 拿著那個神主牌 那從頭到尾就是完全不堪告 其實每一個人都嚇到 然後他唸的那些就是 就是臺語的文言文 其實你不認真聽你 你不太容易理解他的意思 但是你現在只要去Google 他唸的都是真正的一字不漏 那這一段 這個做完之後 即日起我就不會再表演這個 因為會被我們總統 會被總統笑說 你在那邊亂演一頭 真的嗎 所以你要開始走這個 北部路線的 除非我把這些全部背起來 那你背好在我們節目 稍微表現一下好不好 好 謝謝阿昌兄 我們再來看一下 金華神這個案子 剛剛講到這個林青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剛剛阿昌兄講到說林青 他是頂月的董事 也是便當會的關鍵角色 而且在法令上又很鹹熟 真是這樣嗎 朱雅虎真的說他沒有行賄嗎 如果朱雅虎沒有行賄 之前大家所講到的 王尊凱就是應小微的朋友 應小微的賬戶分別有四五千萬 四千七百萬 所以是不是可能四千七百萬 不是應小微自己拿下來的 是還要再幫忙處理出去的 可能再分出去 因為他有兩個高手 一個叫林青來自於中央 對於這個手法令 一個叫做吳順米來自於地方的 副總工程師 這兩個就是管法令 你不能稀裡呼亂送錢 也要懂得那個怎麼走 法令怎麼弄 然後然後錢的部分就是 這個我覺得王尊凱一點點 主要還是住雅虎 我認為還是住雅虎比較多 那住雅虎我們有一點誤判 我們對他 他第一次去的時候都無保回 就是無保請回 無保請回 限制出海什麼 走那個 而且有特殊公道 就造不到他的那個車道 可是他那天去 他如果都交代清楚的話 就不用再傳他去了 那他那天去 他又在那個樓梯間 一樓到二樓說 我沒有 我沒有會 我沒有行會 我沒有行會 又講這個話 那不曉得他講的話是 應付記者 還是他真的沒有交代清楚 沒有講行會的事 因為 因為我們判斷的 就是他如果什麼都不講 他不可能沒有無保 可能講了一部分 而這個 那檢察官會認為說 他有點狡猾 不老實 只招一部分 他要他全部招 咬其他的方向 我認為應該這樣講 市長的部分不是他 我覺得議員跟打點官員 很可能是他 他跟吳世民 就傳證引信 他自己也熟等等 這兩個都有角色 那王中凱可能有一些角色 那就簡單講說 給了他一千萬 你的錢拿給誰等等 就如果四千七百萬 都是一小為是冤枉人家 一個議員沒有不值得拿 沒有到四千七百萬 一部分一半一半 可能我就認為比較合理 所以今天朱雅虎的重新傳 一個是他 一個是講一半 那個人叫彭震生 我認為全部很老實 一無一無一無全招的 叫黃錦茂 所以朱跟彭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還挺狡猾的 可能講了一半 不是都沒講 然後他講了一半 彭震生 可是卻沒有換得重寶 而還是收押他 如果重寶還也能接受 跟押韻菌 就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我現在先這樣分析好 那再再拉回來 再回到主力 什麼呢 大家就不管是洪千一 不管是蔡比武 講了很多 那據了解是 大家如果我們把這個案子 所有的匯款放在 只是五六零到八十 也是大錯特錯 我認為比較少的三分之一 可能是三九二到五六零 這一段也很值錢 然後所謂的五六零到八十 你要拆開看 二十趴的那個什麼 融進移轉是用錢買的另外說 本來就可以做的 可是他二十趴弄到底 也是五六零到六七二 這個貢獻度並不會比三九二到五六零大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要分把它拆開分 就兩邊都可能給錢 就是你要論功行賞的時候 是有階段性的 得多少融機來看論功行賞 這樣講比較精準 好 那再回到大的就是頭 就是那個阿伯 我跟你講 阿伯這個事真的是糟糕 前面講的會選傳來傳去 不是會選 行賄傳來傳去 可是你知道本來這個 神經驚是倒了 我講幾個很離譜的 又一分鐘就講清楚了 這個已經是倒了 剛剛講的 你講的假開工對不對 立刻撥款 這個錢下來 如大汗之妄語 你就活住 活到今天了 從2022活到今天 可之前呢 風雨飄搖都倒了 那個土地壓啦壓 去中石化什麼 那個帳複雜的一塌糊塗 重點是什麼 你阿伯怎麼可以 你88億就是任性移居 跟那個智慧 你那個保證機是還你的 就是我要壓在那邊 我看你有沒有做嘛 對不對 所以你才可以領我20%的 我給你那麼多融機率 對 你要壓一點錢在我這兒 你有做到了 就還給你 才還你嘛 對 這樣其實只壓 都已經不公道 你壓都沒壓 我們知道這些 有幾件事情 第一個88億 市比電腦 在拿建造以前壓 你才有資格撐你建造 第二個融機移轉 都沒有移好 都沒有移好 到了蔣灣時代了 過了一年才移好 那你也給他過 而且88億說 全部房子賣光 然後使兆拿到兩年 房子蓋好兩年 賣光兩年以後 請你再繳 那時候不繳你怎樣 我房子都賣掉了 沈金星都玩這一招 所以重點是什麼 這個企業 不僅給他20% 他全部的企業 全部都賠錢 陶宗議員都抵押 賭債要幹嘛 所以他最後的經濟部 只剩這個能活 就是個精華層 而你呵護背赤 你怎麼可以保護財團層 這個樣子 而且完全違背法令保護他 我認為臺北市的弊案 最大弊案 此案 這是莫此為之 你覺得為什麼 柯文哲對他這麼好 那一定有好處 對不對 所以你 所以你覺得他說沒有拿錢 注意阿伙說他沒有行賄 你覺得是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 至少我是資深議員 我是不相信的 而且那麼多 而且這個錢 現在第一天你還記不記得 他們那些律師在 這檢察官糟糕 傳我是精華誠 問的都是木可什麼 有沒有 這支現金 錢是差來差去的 當然全部都要問 甚至其他事案 跟這個有沒有關係 那個叫北農改進案 跟這個有沒有關係 那都很難說 所以這個案子 這個弊案之大 然後這個金流之深 然後這個交叉來交叉去 這個案子 那之複雜 真是歷史首創的這個 洪建議最近在說的 蔡碧如在市長室裡面 為什麼蔡碧如一個身為市長室的 有幾職顧問可以直接指定 局長林周明也要來跟金華城開會 冠聯 天下武功微快不破 這個是柯文哲的這個製政哲學 那快到什麼程度咧 在柯文哲卸任之前 他是2022年12月25號要卸任 可是他在黃珊珊在選舉的期間 他就去參加金華廣場的開工典禮 這所謂的開工 開工典禮是在10月19號 可是前一天建管處的同仁 就受到壓力 包括由建設公司跑照的人來 然後市長是也有腳板說 這個建造副本一定要在今天出來 什麼叫建造副本 慧民姐我們通常簽七月的時候會有兩份 我跟你簽就是你一份我一份 建造也是一樣 在九月份 那核定建造的時候 我還要做一個副本 就是說我們兩個都是要一樣 所以九月到十月之間 通常金華城的副本可能需要兩三個月 因為圖很多然後字很多 所以要找這個承辦人員建築師來一一對一張圖 每一張圖都要一樣 不然以後公說公有利 婆說婆有利 所以那可是柯文哲已經訂好 十月十九號就要去金華城這個廣場開工了 那所以當天前一天 承辦就說 接到電話說這個建造副本一定要在今天出來 那其實這個事情很稀鬆平常 我們通常接到副市長或市長的這些手藝或電話的時候 我們覺得幫人家趕一下 比如大的工程幫人家趕一下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現在這個問題是金華城從五百六到六七二到八百四 這總統之間其實都有承辦覺得有問題 甚至有錄音甚至有這個手上有存檔 那我們今天看到手上有存檔這是什麼存檔 這個叫做建造 我們看到台北市核發的建造 通常都要蓋台北市的大印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其實是金華城的 你看大家看到一一年建造九九九九號 這個就是金華城金華廣場的建造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這中間是沒有市政府的大印的 我們是有大印然後對完副本有大印 這個建造才可以出去發給當事人 然後市政府自己留存 這個沒有大印的意思 其實就是在承辦的過程中 然後承辦人員把這個建造留下來自己存檔 就代表承辦人手上 到他蓋帳的時候我贏一下 對 小弟我就在新竹縣在建管科的時候蓋過帳 那時候當替代役沒有做什麼事 這個就是在我們替代役手上 跟承辦人手上長這個樣子 就是那個承辦來繳完錢繳完規費以後 我們來蓋帳蓋個大印 然後再把這個建造給他 所以這個其實會有只有承辦人會有 這種沒蓋帳只有承辦人會有 為什麼都留著這些這些也留到 留到檢調那邊去 因為這個案子問題真的太大 就是承辦人心裡有數 這不留底恐怕不能自保 不能自保啊 就像黃台生說的那個說 我怕這樣可能會出問題 就是這個都委會委員 然後再我們講到都委會委員 我其實參加過都委會 這些委員的紀錄被逐字逐句的紀錄 在精華城這一種是非常非常少見的 他們只會有一個簡略 比方說黃台生 宋政麥說 這個贊成或不贊成 都委會裡面通常是說 這些都委會委員每次來開會都拿兩千五 通常只要案子合理 他們看到這些符合法條 他們通常不會反對的 因為他們沒有必要反對 沒有動機反對嘛 對臺北市的建設 如果他們強烈反對 還說這個事情會出問題的 就代表這個會出大失 所以我們看到媒體裡面整理出泱泱沙沙 十八條都市審議委員 這些反對的意見 這個都是非常非常尖銳 而且承辦人員在寫這些 會議紀錄的時候 是一字不漏的寫下來 通常會議紀錄不會這樣記得 通常會議紀錄不會這樣寫的 通常都說哪個委員建議怎麼樣 然後暫存我反對 就這樣而已 不會說我怕以後會出問題 這種會議紀錄都寫出來 所以這些承辦人員其實都心裡有數 然後把這些東西留底 我認為現在檢調手上 由被約談過的這些承辦人員 所有的資料 那我相信真相就很快水落石出了 真相很快就水落石出了 明玉你的看法 到目前為止這個小草們還是喊 金流都找不出來 代表柯P清清白白 然後在這個後柯文哲時期 我們看到這個內鬥 是不是正式登場了 那黃珊珊昨晚訪美 說的還是代表這個代表 這個代表唐主席柯文哲 所以現在民眾黨裡面 會怎麼樣的發展 我覺得民眾黨裡面最厲害的 就是黃珊珊 你看黃珊珊她在司法上 你不要說她是什麼被告 她連證人都沒有 她到現在連船都沒有 你看講到這件事情 林濤馬上就跳起來 為什麼不趕快成黃珊珊 最弱的原告是誰知道嗎 誰 就是我還滿多 都不傳 你夠半天沒人找你啊 沒人理我 想說看電視就知道了 而且你想想看黃珊珊 她連便當會 三次便當會都有她 然後她很厲害 她連公文一個章都沒有蓋 所以她現在連證人都沒有被傳 所以那種還要影印太囉了 我就是不蓋章 所以你看司法上到目前為止 她還沒事 然後你看在黨權上面 她已經都被停權了 還可以代表柯文哲 去參加什麼美臺工業國防會議 那我就問嘛 你民眾黨是真的沒人了嗎 就是已經一個被停權的人 她竟然還要這個就要選她去 那你們不是有國際事務部嗎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黃珊珊到底是什麼身分去的 那不過剛剛幾位這個大哥 他們在講說什麼這個民眾黨 不可能佩琪姐姐還清點她吧 不可能吧 不可能 陳美琪應該說不上這些話吧 是 所以我就覺得 他只能就是說要幫柯文哲 喊冤的時候 情樂的時候 把她拉出來吧 可是我認為說黃珊珊 這個你不要小看她 剛剛不是講說什麼四大三頭還什麼嗎 可是我認為 現在民眾黨裡面就是三大會 怎麼哪三大 第一個就是黃國昌 以黃國昌為首的這個國會 那黃珊珊她就是議會 那那個蔡壁如就只剩下法會 就是要法會 那如果說你要以卡提諾 這個學院來分的話 那黃國昌就是法學院 那黃珊珊他們這個就是商學院 一天到晚幫你算數字嘛 那這個蔡壁如又創了一個神學院 所以現在你可以看 就是三大三頭 或是四大勢力 可是我必須講回過頭來 我想說黃珊珊 上禮拜她不是突然自己作證 出來開一個記者會嗎 很多人都覺得說黃珊珊也該出來了 因為她雖然說 她這個都有參加便當會 現在看起來都跟她沒關 可是畢竟你也是副市長 你還是律師耶 而且你跟這個柯文哲啊 什麼柯文哲夫妻兩枚 也是一出來就往他家去跑嘛 他也應該要出來說話 可是他上禮拜出來開這個記者會 我真心覺得 他是這個洞越來越大啦 如果你真的要轉用都市計畫法的話 其實就兩大原則 一個就是公益性 一個就是一致性跟這個通案 公益性他又講東方文化 可是他事實上他沒有講的是 東方文化人家真的有回饋耶 他不但就是說那個 我覺得小的是說什麼 回饋什麼三百五十幾間的這個旅館 給這個給這個北市府做公益用 外交用這個是小咖 可是事實上 人家也有捐公園 那還有捐一個願景館 他捐願景館 而且產權是登記在北市府下面的 那我就問你這個金華城 你做了什麼 你一毛都不願 那再來最後一個講這個通案 其實通案 這金華城就是說 在柯市府任內 只有這一件通案 你是幫他量身打到量身訂做的 我們就跟他講 你自己一路開綠燈 你連這個建造還要先給他 然後還要趕快幫他動工 讓他可以貸款 所以你舉了這些例子 這個既沒有公益 也沒有一致性 也沒有公平性 所以我覺得說 黃珊珊出來講 只是漏洞越來越多 坦白講 他就是只有跟神慶金隔空串陣 可是你救了神慶金 你覺得這個串得了對不對 那剛剛不是講嗎 他這個記者會這樣一錘定音之後 律師一定就是跟神慶金報告了 對 這件事情市政府攬下來了 就是他們自己可以擅自決定的 可是我覺得我坦白講 我覺得黃珊珊非常笨 因為他現在講的這一套說法 一定是未來北科文哲在法院上 他的律師一定也是這樣講的 可是你太快把底牌掀出來了 你現在講出來 檢察官一定盯著那個記者會看 他就知道說 你未來在法庭上的工房 你柯文哲包括律師 就一定會咬死這個 那你太快把底牌掀出來 那檢察官包括這些藝人 馬上就打臉你了 好這整個事情 一般政治人物或者是商人 鑼鐺入獄之後 都會很憔悴的 比如沈正生 你看他審慶金 他都這個座輪椅 尿袋都拿出來了對不對 然後比如彭正生 就突然很緊急送醫急救了 網友發現柯文哲不是常人 精氣神越來越好 怎麼會這樣子 可能因為佩琪沒有握著他的手去睡覺 所以他就覺得很自在 所以你看他連頭髮都變黑了 但是 連頭髮都變黑了 他擺白頭髮 擺要回家 其實他是一個不愛回家的男人 這不是我說的 他自己寫文章說的 回家的路好遠 這家裡更難過 經典的文學名著 柯文哲大家自己網路上去看一下 所以他是一個不愛回家的男人 而且是喜歡處理公務的男人 現在在裡面 剛好讓他每天可以看書 每天想這些事情 可怎麼樣去解套 而我覺得北檢蠻壞的 土層蠻壞的 給他吃火鍋 因為火鍋這件事 叫做吃不快 你知道嗎 因為黃國昌說 吃得很快 所以沒有貪污 所以火鍋吃不快 表示他有所謂的 有沒有收受賄賂的嫌疑 其實北檢或者檢察官檢田 現在都在查金流 金華城是一個案子 最近檢方持續要繼續辦的是 北市科的案子 北市科的案子還蠻奇妙的 因為先前吳東進 吳東進嘛 就一億交保了對不對 然後那時候還沒有連結到 北市科這個案子 但是陸續又繼續辦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說柯文哲 你真的是太會進化了 你罵人家跟著財團刀叉吃人肉 結果你吃得比別人還要厲害 這一會兒柯文哲 我不知道這個 剛剛瑞德講的 民主黨接下來就是四個人主導黨了 我不知道吳佩琦 陳佩琦是不是讓柯文哲出獄 為什麼這麼講 他居然在臉書當中又說了 北市科就是我們阿伯親自做的 所以不會有事 為什麼要把證據拿出來 他講這句話就是說 其他的金華城 那不是我們阿伯用的 你不要怪我們阿伯 那是我們彭鎮生用的 那都是政府官員用的 這條就真的我們人用的 我相信我們人 所以這條應該是沒問題 所以之前我們跟李政浩 討論的時候說 搞不好這一條才會中 這一條才會中 因為這一條的 這一條的所有會議 都是柯文哲自己主持 自己定案的 本來這三塊基地是要合起來標 對 後來又變成這一塊去標 然後這兩塊另外再處理 後來又說那這兩塊呢 可以合起來標或分開標 這一大片都市計畫 原來是要做生計醫療 對 北市科最早就這一個 然後你就標不出去 然後阿伯就說不然這樣 整個這兩塊把它合起來標 那至於要做什麼不重要 先標出去跟我說 他們都不用叫計畫書 所以以後這麼幾坊都電動金 也沒關係你知道嗎 沒有計畫書 沒有計畫書 我開電動玩具不可以嗎 可以啊 因為你又沒有說不行 因為生計醫療都可以改 那現在問題是 這個新冠標去以後 他現在決定要脫手 因為他其實拿到的是地上權 他決定一塊留著 那另外一塊看誰要地上權 當二房東 我就交給另外一個人 他現在在想這件事情 穩穩的就做二房東了 是何德何能 可以這樣賺錢 然後就整個計畫 從原來的生計醫療園區 全部一起做 拆成了三塊 三塊之後一塊飆出去 另外兩塊本來是兩塊分開 又把兩塊合在一起 又不用講說我要做什麼 就把這個案子推出去 那大家想說奇怪 你柯文哲有什麼叫我星光這麼好 叫我星光有什麼小公主 大公主來做副總統候選 柯文哲就跟你說 所以現在英雄救美 商都自己蓋 不讓主管的副市長黃珊珊蓋贈 這個案子 而且他都是在這一個 應該是在找 你露出了神秘的笑容兩位 是啊 等一下補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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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 就是因為你們太好了 不用價格了 不用價格了 就說你們太好了 這塊 這塊這樣 這個譬如說給你們做 做一個二房東 你來做外副總統 你農我農 大家都南南就位 部分區立委都南南就位之後 就以後就變世交了 就變成和平一晚 所以柯文哲講說 這些這些事情 我怎麼可能說什麼 名嘴說的對價關係是什麼 我找這個人來當副總統 這其實很簡單 就是因為你們太好了 連副總統的位置 都可以讓小公主來當副總統 然後你這個地可以讓他們來當二房東 就是關係就是你們真的太好了 好 柯文哲身為一個素人的醫生 他居然有辦法利用這八年市長期間 跟這個世家財團變成了好來好去 而且這個案子很自豪的吹牛 這個陳佩琪的臉書 這個二零二四年的七二十八 很自豪跟我說 柯文哲自己處理的案子保證沒問題 北市科掛保證自己處理的 一樣 這件事情你討不掉了 他絕對是彭正勝第二 而且比彭正勝咬得更快 四北科案啊 四北科案的PM是誰 四北科案的PM 你跑不掉的就是你黃珊珊 黃珊珊躲賊 本來我們招標要變更規格 這個在這邊很清楚 變更規格第二次是不能變更規格的 不能變更規格 柯文哲簽名了 經過黃珊珊的時候 陣鋒跟法務都說奇奇不為 不可以啊 結果黃珊珊沒有簽名 給柯文哲簽可 陣鋒還擋下來 後來那個陣鋒被換掉了 在第三次 英雄救美感情好不行嗎 你看第二次變更 柯文哲就想要變 就想要說 你可以不用所謂的招標的規格 不要招標的一些金額都可以變更 柯文哲第二次都想變了 但是招標的規範裡面 就不可以第二次變嘛 陣鋒說不行 你說北四科 柯文哲跑不了 跑不了 黃珊珊絕對咬柯文哲 因為他連公文上面都知道 有問題的時候 陣鋒說有問題 法務說有問題的時候 他都不提醒柯文哲 讓柯文哲直接寫可嘛 為什麼 兩個不是命運共同體嗎 不是一個市長一個副市長嗎 黃珊珊的做法就是這樣子啊 發票政治獻金的問題 不是也一樣嗎 五月監察院說你政治獻金有問題 明明有三個月可以給會計師補發票 你為什麼那三個月什麼都不作為 然後報出來叫尼奧時樂 黃珊珊你真的不知道尼奧時樂 被人家會計師自行調解了嗎 我強烈懷疑你根本知道 而且沒有跟尼奧時樂講 所以讓尼奧時樂發現自己有多了一筆帳 才會爆出今天政治獻金的所有問題 這個就是黃珊珊一直以來 她的做法就是這樣 從世北科案 從政治獻金案 都可以看她同樣的性格 然後在金華全案 她突然開這一個記者會 有些人就開始解讀說 她現在要棄科保審進金的五百億 是 因為這個事後 他們議會已經會討論 假設所謂的金華全案被判起訴 或者有罪的時候 她的多給的容積率要怎麼解套 她現在已經在動員她的議員 在世北科案 在金華全案裡面 在議會裡面要提出這樣 25條跟24條的主張 25條叫做市府可以主動提出 你金華全可以自提 所以是我市府要給你的 你金華全一點事情都沒有 就保住了這個所謂20%的容積率 送給了金華全嘛 這個是黃珊珊跟金華全 跟金華全在事後 所要串控的法條基礎 好 小平議員 真的有那麼慘嗎 你看喔 金華全案 這個黃珊珊跳出來 一般人的解讀是 她的記者會當中 就是要棄科保審進去 是要未認同啊 然後在7月28號的時候 陳沛曲居然 預測性的寫了這篇文章說 北市科科文哲吹牛說 自己處理的保證沒問題 好了 現在開始約談了 老婆都說是科文哲自己處理的 這個渴也是她才是的 跑不了了吧這一段 全世界最愛陳人幹 以為自己最聰明 最笨的女人是誰你知道嗎 陳佩琪 黃珊珊把她賣來幫人家數鈔票 還跟人家當姐妹掏 把所有的案情還跟黃珊珊講 讓黃珊珊的 未來的法律公共防災 有最多被告這邊系統的 你知道的供詞 我陳佩琪真的 很笨也很可憐 我們也同情她的第一個 第二個 這個案子剛剛 我揭訓你講的話 我易珊講的 這個案子在變更的時候 怎麼樣 你有看過那個章 記名你知道陳志明 就是他的愛將 就是那個第一手下的大將 那個柯P 就是秘書長 台北市政府 你有看過一個 被這個案子的變更案 秘書長蓋了 產發局長林聰傑 因為蓋章被傳 連那個張志祥 其實跟地震沒什麼關係 也傳的是 我相信當證人 證明你的地怎麼弄等等 然後都蓋完以後 產發局長終於要蓋完 然後秘書長 副委秘書長蓋了 秘書長也蓋了 再來是主管副市長叫黃珊珊蓋 再來阿伯 跳過 為什麼要跳過 你憑什麼可以跳過對不對 結果呢 我想這份後面更慘的 因為蓬正先生 我跟你講 這跟我們講完後 因為在會的時候 因為他們是高層 那在那個中級的時候 科長這級的時候 也會會正鋒的意見 正鋒的鼓掌 正鋒的所有的科長 都齊息以為不可 就是講話 一直說就是貪污等等 看正鋒這樣講 他多機靈啊 不蓋了 我就拿給 所以我也不提醒你 柯文哲不准蓋喔 你就讓柯文哲真的蓋了 柯文哲哪裡來 所以那個彭正先生寫什麼鳳嬌下 太low 直接不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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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這更好笑在後面 我就不蓋 這什麼市長啊 你跟他 你跟黃山什麼關係啊 主管的副市長不蓋 你都不追究一下 我真的打個問號 你知道 是不是只有一份公文啊 不是不只一份 後來不是都 那個関發局長蓋 蓋蓋蓋蓋蓋 然後蓋不蓋 還是不蓋 那柯文哲說 彭正先生你來蓋 蓋就蓋下去 多倒霉啊 彭正先生啊 那什麼話啊 這個政府 你覺得好不好笑 荒不荒謬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啊 你怎麼可以 袒護到黃山到這個程度 你也可以讓彭正先生 幫黃山背黑鍋 柯文哲是什麼人啊 我們真的 不是很精明的嗎 不是很精明的嗎 他不是自詩自己很精明的嗎 當然 他連的什麼金流什麼錢 他都撩落執掌不只來關下了 譬如只是地下市長 黃珊珊最厲害 是讓柯文哲變成了地下市長 對啊 然後他可以決定事情 又不用蓋章 剛走的叫拱川 他是拱大 你怎麼亂蓋章 今天簡單講 你今天那個副市長不蓋 主管當委副市長不蓋 你幹嘛要蓋你市長啊 這個案子很多情勢 根本不要市長蓋 你就覺醒掉也可以 可是沒有副市長的覺醒 結果民主長太小 他也就蓋下去了 所以我跟你講我風險 黃珊珊風險最大的 你把所有的公文幾百分弄出來 上窮必落下黃泉 現在很簡單 簡連就是要辦黃珊珊 最後一個 都還沒約他 我不認為他跑得掉 現在讓他出國了 對出國沒關係 他走他不可能逃掉 我認為他的北市哥 再怎麼樣 你是主管的副市長 總有蓋章過 不是每個章都沒蓋 你所有的那個那個 開始嚴格行程開會公園 要我不認為黃珊珊這個 這個風險絕對超過金華城 多很多我覺得 好 今天我補充一點 就是所謂的2024年的 所謂的選舉帳的 這個相關的問題 剛才有講到說 為什麼把所謂的化整為零 到底為什麼是所謂 匿名的捐款這麼多 而且不只是比數多 黃珊珊把他推到說 是會計師偷懶 其實會計師非常勤勞 非常累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別人都是一個平滑曲線 而且一開始沒那麼多 然後後來慢慢增高 而且虛線叫做 這個叫網路匯款 叫匯款 實現叫做所謂的現金 大家現金都很低 只有客人的現金非常高 而且看起來就知道有問題 因為他呈現階梯狀的成長 什麼叫階梯狀 他五月光十天之內 就一億入帳 一億入帳 你是匿名的現金 你要把它拆成多少筆 你要拆成將近 一億入帳要將近一千 一萬筆 一萬筆要打進去 你說會計師行不行 十天之內 所以他每天平均要打 所謂的一千筆 一億進來之後 他在所謂六個月期間 才成長了五千萬 十二月又成長了 一億的現金又入帳 一月成長了一億 進去入帳 你看整個詭異的狀況 一月只有十二天 最誇張的 我不懂 他就不要報就好了 那麼多政治人 我學那麼多局 不要報就好 他搞這一出做什麼 不要報怎麼再透過 募可公關公司 給募可公關公司四千萬 現在募可公關公司 也承認說四百五十萬 進到柯文哲帳裡面 不是嗎 那這個東西就是透過 政治獻金進去 這選舉還是要錢 選舉花完剩下的捷餘款 除了部分捷餘款 給黨部跟眾望基金會之外 其他的有沒有進到私人口袋 現在在檢調再查 查的部分為什麼要查 政治獻金跟募可公關公司 就在查相關的金流 到最後有沒有進到所謂的 柯文哲的口袋 另外就是這個所謂的匿名 到底是誰嗎 如果匿名跟金華城案的 任何人有關 就承證對價關係 你就是收受賄賂 你不能說你這個捐款 叫做匿名 我查出來是跟金華城有關的時候 你不能說是政治獻金 而是要以貪污治罪條例 裡面的收受賄賂罪來去辦理 好 瑞德 徐巧鑫最近是靜悄悄 他過去的戰力都不見了 現在他是不是很擔心 自己會有一個狀況 我們來看最新的記者 是他的大姑承認 虛擬貨幣洗錢了 所以這件事情 會不會燒到他這邊 目前看起來 那麼以現在的這個法官跟檢察官 在偵辦的過程當中 應該不會燒到 徐巧鑫這個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全案起訴了以後 這個他的這個大姑 那麼事實上他是承認 他承認的意思就是說 我是被人家利用的 講白的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 這個等於說他們是詐騙集團 然後呢 我也沒有介入這個所謂 組織犯罪 這兩個最重的罪 他是否認的 但他承認他自己 有進到這個 處理這件事情 為什麼 現在已經有點把這個 所謂的責任 往他老公的身上推了 然後再加上承認這個 所謂的家暴 就是說他老公對他 有一些家暴 這個所謂家暴 是我記得 那麼在徐巧鑫 在去年 去年到今年的過程當中 也有提到嘛 所以他承認自己本身有記錄 然後這個相關的這個被告呢 也來了以後 也說的方向是差不多 借人頭給他用 然後這個相關的 不過 剛剛這個惠敏問說徐巧鑫 那麼現在好像有一點 好像銷聲匿跡嘛 各位還記不記得 那麼徐巧鑫在這個月 在本月 他不是好流量壞流量 有流量就是流量 唯一露臉的 唯一這個讓大家提起來 是什麼是 朱雅虎啊 不是這個人 地檢署的 找錯人了 他是講這件事嘛 講這件事情 就有人在網路上面提出質疑說 你為什麼特別跳出來 這個好像在替朱雅虎講話嘛 然後朱雅虎呢 如果他的這個身份地位 不重要的話 不要說他現在是被告 因為他那麼前幾天 影訊的時候 找了這個 帶了律師去嘛 所以他身份是被告 可你也不要忘記 一個朱雅虎啊 那麼他可以讓檢察官 對他非常的禮遇 甚至於在傳訊完以後 讓他從求車離開 而在高院 那麼花回 我跟阿伯 花回這個 五寶請回 花回這個裁定的 給台北地獄院 從裁的那個相關的新聞稿上面 竟然提了三次朱雅虎 這個人的重要性 你看在這個事件裡面 金華城事件裡面 非常重要嘛 那非常重要 然後認識他的人 又說朱雅虎這個人 其實很好到底 但是沒有人特別出來 針對朱雅虎 跟這個台北地檢署這個案情啊 特別進行這個等於說說明 許小青卻這個時候替朱雅虎呢 說好話 那麼這個案子繼續 這個發展下去會怎麼樣呢 那麼金華城北市科 欸 蟒嘎 蟒嘎那個魚果市場 還沒有上還沒有上場 還沒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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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等著 不是因為五大幣案太多了 你不知道政治獻金目 政治獻金目可這樣五大案對不對 所以阿伯想要兩個月之內就出來了 機會不大 因為那個案子太複雜了嘛 那重點就來了 這個案子繼續下去的話呢 我是舉我自己當社會記者的一個 看很多的這個案例 有些時候有一些像這個警方在包庇 或者是說色情業者要發下公關費 賭博電話色情業者的情況之下 他絕對不會真子埋一根 什麼意思 他尤其是金華城 找了一個來自於萬華中正區的議員 就好像找鍾小平一樣對不對 我問你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找人來跨區來處理 松信區松山信義區的這個事情 所以會不會 會不會松山信義區的這個民意代表 還是地方這個政治人物 也有人捲到裡面去 當然捲到裡面去不一定說 就說就是收賄啦 然後呢就這個幫他關說啦 但有沒有人在不聲不響當中 不小心也拿到錢 紅天巨像劃破天際 俄烏戰火燃燒 烏軍在對俄國領土展開攻擊 烏克蘭安全消息人士指出 烏克蘭無人機對俄羅斯行 在西部特維爾州 一座存放飛彈和彈藥的倉庫 發動攻勢 當場瞬間爆炸起火 火勢更覆蓋了6公里寬的範圍 使鄰近城鎮居民被迫撤離 俄國國營媒體報導 17號俄軍又控制了 烏克蘭東部頓涅刺客州城鎮 烏克蘭斯克 並向西推進 想佔領頓巴斯地區 由於俄軍攻勢不斷向西推進 當地居民臉上滿滿無奈 志願者也陸續撤離 在烏克蘭臥床不起的難民 路特社報導 出身在烏克蘭 但立場親俄的軍事部落格表示 烏克蘭斯克是我們的了 俄軍幾乎完好無損地佔領這座城市 因此可將其作為進一步攻擊 行動的基地 俄羅斯總統普丁 加強俄方軍武系統 俄烏兩國你來我往 戰況終究未見盡頭 中秋節港過 中國20號艦隊就從東海出發 進入台灣海峽北端 通過台灣後 不但至少日本與那國島前進 更少度進入臨界區 中國海軍の空母 遼寧は今日未明 沖縄県の与那國島と 西尾表島の間を航行し 一時日本の接続水域に入った 接続水域は領海のすぐ外側にある海域で 国際法上外国の船も航行できますが 沿岸国は領海内での違法行為を防ぐため 必要な措置を取ることができると定められています 浪寧号与2艘導彈驅逐艦 一度駛入日本臨界區 最後就南轉航向太平洋 全程日方都戒備 嚴密沾尖 由於這是浪寧舰 歷經19個月大修後的航訊 如此大動作航行 引發日本極度不滿 我国及この地域の安全保障環境の規定 今般の事案は全く受け入れません 中国側に対し外交ルートを通じて 我国として深刻な懸念を表明し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 由於美軍P-8A反潜巡逻機 17日突然穿越台湾海峽 引發中共東部戦区不滿 因此才隔一天 良林舰隊就通過台灣東北海域 甚至闘入日本臨界區 實際敏感 專家認為良林浩此趟航行 不僅具有強烈的戰略示意 恐怕也是針對日本持續強化軍備 要大不滿 好朋友歡迎這一階段先加入 來賓選的教室 國民黨籍的桃園市議員黃敬平 貴敏大平安 財經專家邱敏寬 貴敏好 大家好 財經專家謝晨諺 貴敏好 大家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中美之間 為什麼這個美國對中國打壓的力道 這麼的強烈 恐怕跟美國外交部的二把手 我講的話是有所關係的 因為美國必須正視中國經濟科技 越來越強的事實 而美蘇之間的狀況 好像已經不同以往了 最近烏克蘭幹了一件事 我覺得是一個大成功 為什麼呢 因為看起來 烏克蘭還是不敵俄羅斯 但是他們情報戰做得非常好 他用這個包括無人機 自殺攻擊無人機 這些對不對 直接炸到哪裡 炸到俄羅斯 花了36億盧布所建的一個 非常大型的軍火庫 裡面有什麼呢 我們大概全世界聽過的 S300 S400的防空飛彈 包括伊斯坎德爾的這些 飛彈啊 然後還有兩萬多公噸的飛彈 全部都爆炸 那個威力有多大 聽說在爆炸 連續連環爆啊 那個訓爆的過程當中 引發了地震 超過兩級以上的地震八次 你就知道 每炸一次地震 每炸一次地震 總共有八次 那這一次的這個等於說 傷亡呢 目前還不知道 但問題是 他說引爆的這個 這個爆炸之外呢 就等於把你的軍火庫給端了 而且你的防空武器飛彈 就全部都影響到了 這對俄羅斯來講 是沉重的打擊 比你那個什麼 坦克炸了多少 飛機炸了多少 影響還要大 因為把你的彈藥 直接給炸掉 那炸掉了以後呢 對俄羅斯來講 當然也是很沒面子的就對了 所以呢 他現在呢 聽說 聽說啊 俄羅斯的這個總統的普丁 有一個要跟美國跟英國為主的 這個等於說相關的 支援烏克蘭的這個國家呢 那麼有一個協議 這個協議是什麼呢 因為呢 一直被炸一直被炸 一直被炸嘛 所以怎麼辦呢 沒有我這樣啦 沒有我這樣 我本來對不對 本來他是被烏克蘭攻進去 大概是一千平方公里嘛 我再後撤一下 大概是兩千平方公里 我用這個跟你玩有沒有 能不能拜託美國跟這個 英國為主的這些北約國家 你們那個飛彈啊 兩百公里以上射成飛彈喔 能不能不要提供 不要提供 不要欸 你看烏克蘭 又不是半家家 烏克蘭爭取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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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有這個超過兩百公里以上的飛彈 對吧 然後呢 現在F-16也去了嘛 所以呢 你就知道 那麼普丁 正在普丁的立場 對不對 不是又有什麼這個 極音速飛彈嗎 那不是又有這個所謂的 這個逆中戰機引擎戰機嗎 叫無幾波 你還不是被打的這個樣子 好 那麼除此之外呢 剛剛講到 事實上呢 美國外交的第二把交易 康培爾 康培爾他直接 直接警告 包括美國 包括這個西方國家 那麼中國在經濟科技的地方 已經對美國構成史上最大的挑戰 所以呢 那麼就在這幾天 美國的這個 大概美國總統拜登 即將在簽署啊 第二批的軍員台灣 大概等於台幣181億多 武器直接給你 我希望這次給的 包括這個標槍飛彈啊 包括這個攻擊自殺無人機 拜託不要再給台灣那些 發了煤的防彈衣 跟這些亂七八糟的彈藥 你說之前 軍員台灣有發煤的東西 對 這是事實 這是事實 你不要再把這些東西 當然只是少部分 可是問題是 這個消息 這個新聞不是我們 台灣先發布的 是國際的媒體啊 是西方的媒體先發布 這是事實 不過好消息是說 那麼總共三波 如果在明年 他們不是馬上11月要總統大選嗎 在拜登卸任前沒有意外的話 還會再來一波軍員 軍員就是喔 給你不用錢 台灣不用花錢 都說大概是448億左右的新台幣 這些東西會給台灣 那麼除此之外 他們海豹部隊的第六小隊對不對 已經秘密受訓一年多了 為什麼呢 他們在幹這個所謂的斬首斬首斬首 各位要知道海豹部隊是美國非常特殊 它的最強的陸軍的特殘部隊 叫做三角洲部隊 但是如果是三七部隊的話呢 包括海上的空中的跳傘 那包括這個陸上的陸地的這個特殘作戰的話呢 還是以海豹部隊最厲害 那麼海豹部隊呢 他訓練一年多最主要都是進行斬首 人不用多 人不用多 但是我可以一個人滲透祕密進去 像我們像本人三十幾年前 受訓的政戰特殘隊就是類似這種受訓 我以人不用多 我一連幾十個人 那我撒出去以後 你根本不知道我是誰 但我一個人可以端掉你整個部隊 一個人就可以把你整個部隊弄得你雞犬不凌 搞得你一塌糊塗就對了 那要進行斬首的時候呢 我們那時候在進行這個海軍陸戰隊的這個 團對抗支持 我在第一天就把團對抗的團長 給殲滅掉 為什麼 因為你的枕頭被我下面放了一個爆破的炸彈 一張紙就對了 那如果是真的作戰的話 這個這個團長指揮官已經陣亡了 因為你躺在你的那個枕頭就被我炸掉了 所以呢 那麼為什麼是海 美國的海豹六隊呢 因為很簡單 各位如果記得 除了格雷納達的這個相關的這個戰爭之外呢 各位如果記得海豹部隊最厲害是什麼 賓拉登 狙殺賓拉登 那個是用他們的這個 等於說黑鷹直升機的 直接把人載到特工部隊 直接垂直升降下來了以後 他們的頭盔上面有即時影像系統 美國總統那時候歐巴馬 就在美國國防部Pentacon裡面呢 跟所有的包括國防部長跟國家安全局的這個顧問 全部在看他們的部隊 就像他們的動作 就像我們現在看的畫面一樣 進去到裡面 然後哪裡怎麼降落 然後哪裡靠近 賓拉登把他給炸掉把他給殺掉 當然殺掉的那個插鬧的時候呢 連歐巴馬都發出這個歡呼聲就對了 因為把他頭號的世界恐怖分子的頭頭把他給幹掉了 所以呢這一次海豹部隊一樣的道理 海豹部隊他受訓一年 受訓一年對不對 那麼他的最主要還是要進行突襲的行動 那鎖定斬首啊就是沒有意外的話 其實就是中共的領袖習近平 好這是美國跟中國之間的競爭 國跟國之間的競爭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手段 都是在準備之中 但中國中國現在可能是美國最大的敵人 但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會不會藏在他的內部之中呢 來看看中國現在的治安 其實中國破案率是很快的 但是最近發生了甚至號稱所謂的 組團滅官這樣的一個犯罪事件 地方政府卻把整件事情隱藏了下來 究竟是為什麼 這個你看上面寫什麼 張志豪啊馮龍啊這些一大堆五個人 這五個是被這個中共的這個陝西省 咸陽市他們一個這個情都公安局的分局 所發布的通緝 那這個通緝很奇怪 他是你看注意到他下面時間是2024年9月5日 但事情據說發生是在7月19日 也就是發案發的時候到現在已經超過40幾天了 至少到49天 然後你竟然人都沒抓到 然後剛剛其實惠民你也講說中共的這個破案率不是很高嗎 他天眼無所不在啊 對啊他的攝影機那個天羅地網 密布了整個每一個城市角落 只要有人可能在這個家附近貼一個這個牆壁上貼一個什麼打倒共產黨 推翻共產黨 可能回家沒10分鐘 他馬上警察就破門把人家給帶走了 就是這樣這麼迅速 所以我就說他們的監視器的角度密密麻麻的 竟然將近50天抓不到這五個人 這五個人犯了什麼罪 他在上面又不交代清楚 很奇怪吧 你如果是通緝這五個 我就是通緝你了 原因我不告訴你 對 然後上面就寫說這五個人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不講人事實地物他們犯了什麼罪 為什麼被通緝 為什麼被抓這個警員 就把他披露出來說 據說咸陽市有一個這個副市長 據說也是兼職公安局的局長 叫做王鴻斌 然後他包括他自己在內 一家12口全部被滅門 但是這個消息後來又更正說 據說是11死一傷 有一個後來救回來的 所以是11個人死亡一個傷 那誰幹的呢 當然就是五個人 那為什麼這五個人要犯下這殘忍的 這個滅門血案 就算是這個中共的高官副市長 兼公安局局長 算是很震動地方了吧 那這麼地方大事 據說他們就是要求地方 這個媒體記者都不要報導 然後他們趕快要去抓這五個人 然後封鎖整個咸陽 然後出入咸陽的人 就要好好的這個盤查一遍 那你既然是這樣 你既然將近50天也沒抓到他 他的這個姐夫 他的姐夫叫余劍邦 本來在陝西省當地 還有咸陽當地 是黑白兩道通吃的 然後專門經營像這個 全中國大陸都有連鎖店的一些 玉支這個添礁的這個 就是玉子添礁的這個按摩 還有洗桑拿玉洗散溫暖 這種這個八大的這個場所 那開了十幾間 然後後來賺了錢之後呢 他就交給他的小舅子 就是這個張志豪 有和他的一票兄弟去打理 那交給他之後呢 他就自己跑到了這個四川 還有這個中國大陸南部的 南方的一方去做生意 沒多久呢就出國了 甚至移民英國 出國了之後呢 據說他還是負責幫 中共的黨政要員 還有軍方的一些高官降臨 去洗錢 那這些人為什麼要去殺這個 副市長王鴻斌呢 也據說他的這個姐夫余劍邦 後來回到了這個中國 結果被抓 被抓了之後 他小舅子張志豪 當然想辦法要把這個弄出來 在弄出來的過程當中呢 就一定要去找關係嘛 找人談判 據說就跑去找這個 被他殺害的這個王鴻斌 這個公安局 這個局長 這沒想到 可能談的細節沒有人披露 但是很多人就猜測 應該是一言不合 因為他負責洗錢 可能知道太多 是不是要犧牲他姐夫 那可是呢 不要忘記我剛剛說 除了幫黨政要員洗錢之外 還有軍方的人 那這些人又是跟解放軍 這個退伍的一些關係 背後也有解放軍的勢力在 那結果他們把人殺了 到目前為止 逃之夭夭還抓不到 那不是公安跟武警警察很遜嗎 另外一個場景就是在山東 山東最近大家看到這個 退伍軍人去抗議 你要知道 在中國大陸很多的標語 你到處去各地看 都會說什麼 進軍愛民 然後勇軍服屬 進軍愛民 就是說我們要敬愛軍隊 敬愛解放軍的軍隊 然後愛民愛老百姓 勇軍就是 擁護這個解放軍 服屬 就是安撫這些軍眷 眷屬 可是你現在看到 哪符合這八個字 進軍愛民 勇軍服屬呢 現在你看到是退伍老兵 拿著那個棍棒 拿著東西給西 家屍要去對抗這些 這個政報警察 武警公安 拿著盾牌好像一觸擊八一樣 這在中國大陸很罕見 這個是發生在山東省青島市 南寧最近也是這樣 也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弄得全程風聲惡力 發生形態就開始嚴查 都是這樣的狀況 表示說中國大陸最近這幾年 經濟情況惡化 社會矛盾加劇 然後當這樣的狀況出現的時候 人民是不是有宣洩的出口 發生的這種民眾竟然結團 結夥殺高官 好來看看這個殺官事件 在這個又有一起 而且這是湖南廳長 疑似也是跟前有關係 但是兇手最後也是離奇死亡 怎麼回事 陳彥 因為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這個算是現場 你可以看到圖上面 當然因為現場已經封鎖了 那很離奇的 如果各位仔細看 應該會看到有三個 躺在地上的這個 這個屍體 就有三個 那其中一個穿紅衣服就是這一位 這一位是 就是這個劉文傑 你剛才講到的財政廳 湖南省財政廳廳長 好 那另外兩位是誰 其中一位是這一個 叫江一輝 他是政協也是人大代表 對 政協也是人大代表 那這樣聽起來 我還沒講實情對不對 聽起來應該三個人一起被害 可是實際上是怎麼樣 是這一位 我們剛才講到財政廳廳長 他跟這一位 江一輝借錢 借多少錢 我們想很簡單 你了不起 朋友之間的一個借 他借了六千萬人民幣 借六千萬人民幣 然後一年要付多少利息 九百萬 這個根本就高利貸了吧 那借那麼多錢幹嘛 好 結果當然就沒有 還了兩年的利息之後 到了最近沒有如期 應該說今年沒有如期的還款 結果我們剛才講到這位人大 政協人大 剛才也在事故現場 事發現場 已經已經往生的這一位 他就他就再帶了一個朋友 然後把他綁架了 綁一綁綁綁以後 既然直接就從據說 我現在講的是據說 就丟出去了 就把他從陽台丟出去了 你不是要跟他要六千萬嗎 然後接著 據說是這兩位心虛 要逃跑嘛 逃跑你可以電梯 你可以樓梯 我不理解他說綁繩子 從同樣他丟下去那個陽台 綁繩子要跑 結果也墜樓身亡 你不覺得整個聽起來很詭異嗎 我怎麼看我都覺得很詭異 所以這種氛圍很多人就說 是不是官員跟這個人大 彼此之間知道什麼樣的一個 金錢的一個問題 然後用這樣的方式 戴帽栽贓 然後把它處理掉 這個是我自己的懷疑 那另外一個是最近 在這個中國 我們講鐵飯碗 就是公務人員 金飯碗 就是在金融業 或者是上市公司 那結果最近很離奇 就是十幾位的高官 當然不是大家一起 就是說個別離職 但看起來是集體離職 離職喔 什麼董事長啊 我講董事長總經理這個層級喔 甚至還有親身的 所以我自己在想 會不會又要有大事情要爆 我唸幾個比較具代表性的 包含了這個中國黃金 中國黃金董事長 然後還有包括太平洋壽賢董事長 中國銀行行長 浙商銀行行長 交通銀行行長 重慶銀行行長 招商證券的副總裁 海證藥業 國藥集團 甚至喔 有一位 這個我剛才講 這都是離職喔 都離職喔 算平順的 我跟你講 離職 平安下綱的 通常你趕快要離職 是不是代表 有什麼風暴要發生 我好好的做個董事長 為什麼不做 我為什麼要離職 你這樣講 如果是只有一位 那合理嗎 可能人事鬥爭 我剛才唸了一票 你剛才有聽出來嗎 我剛才唸了一票 全部是位高權重的 是不是有事情要報 我現在趕快走 平安下車 對不對 甚至我在講一個 中國鐵劍 這一個是黨委書記 墜樓 很奇怪 從我們剛才一開始講的案例 到現在都是墜樓 就我不知道他們的陽台 的設計是怎麼樣 就是很奇怪 就是墜樓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永昌股份 上市三天 這個董事長持股90% 而且好不容易上市了 好不容易上市 持股90% 然後一樣墜樓 寫了一份遺囑說 所有的股權 要給他自己的小孩 那有人查出來說 因為他在中國 其實很流行一種做法 叫代持 我是官員 我不能持有股票 所以我請敏寬 他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長 你名字是他的 但是我們兩個之間 會寫一份合約 其實是我的 這樣子 那未來上市以後 你就是要看怎麼樣 再轉回給我 就用這種方式就對了 那很多人就認為說 一定是後面的 就利益的糾葛 沒有談攏或怎麼樣 這一位我剛才講的 這一位董事長 永昌股份的董事長 想要把 甚至想要把這股權私吞 因為他走了 他就可以把那個 就遺囑嘛 就可以小孩了嘛 命拿到沒有比較重要嗎 所以我覺得後面一定有問題嘛 所以現在很多人說 有人說他們的辭職或 辭職我覺得是要兌現利潤 有可能 我提早下車我錢拿走 可是我擔心後面 是不是有更大的風暴 我們不知道 好這個陳彥這樣子的判斷 是有理可循的 為什麼這麼講 接下來這個案子是 銀行 我把錢放在銀行 五十六億就這樣消失 就這樣消失 怎麼會這樣 總是到哪裡去了嘛 物質不滅啊 不是嗎 中國有一件非常離奇的一個案子 這間公司是什麼呢 這間公司叫優策投資 優策投資在幹嘛 專門在募集資金 那募集完資金之後 中國他們跟台灣一樣 我的資金募集完之後 一部分可以進行所謂的投資 另外有一部分 要存在銀行的定存當中 當作所謂的保證金 為什麼呢 這個錢是不能動的 好問題來了 優策投資 將三檔私募基金 總共五十六點三億的台幣 存入了所謂的長安銀行 結果呢 過了幾年之後呢 這間優策公司 發了所謂的一個 基金通知書 給所謂的投資人 投資人一看 懵了 奇怪 我們都共五十六億 為什麼錢只剩下三十八點七萬 然後呢 現在呢 最恐怖的事情各位發生了 發生什麼事呢 現在包括五十六億的資金 是憑空消失的喔 所以簡單的說 資金全部都不見了 那這些錢 憑空消失完之後 重點來了 誰領走的 那目前呢 根據整個基金公司的說法是 我們公司從來沒有派 任何的一個代表去貴銀行 去辦理所謂的一個網銀 直接做交易 所以沒有 從頭到尾都是沒有的 但現在長安銀行說 沒有 你們說謊 你們當初在整個通訊 存入了五十三點六億完之後 你們就有一個高管 這個高管來之後 持了標準的法定文件 而且帶了公司的大小印之後 你們有做了網路的一個交易 而且這個網路的交易 極其詭異喔 這個網路的交易 就是多次有人 將整個網銀 將上億的資金全部轉走 所以呢 總共五十六億的資金後面 全部都沒有了 那現在呢 這件事情在中國 第一個 鬧得非常非常大 因為已經進入所謂的法院程序 因為現在甲方說 我沒有去領 乙方說 沒有你們是派人來 是你們領走的 所以現在呢 大家都一推二五六 但重點是 慘的人是誰呢 現在最慘的是投資人 因為投資人投了五十六億嘛 那這些錢不見了嘛 那到底怎麼不見了呢 還在講 所以問題來了 銀行他就說 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是受害者啊 而且 現在被你們這麼一搞 沒有人敢來長安銀行 存錢喔 沒錯 誰敢 各位誰敢啊 被他們這樣一搞 沒有人敢去長安銀行存錢喔 長安銀行是非常大的銀行 好了 網友A他就說 這個太扯了吧 我去銀行領五千塊 兩個人來跟我問問問了五分鐘 沒錯啊 但是我領錢多難啊 中國現在領錢超過一千塊錢 你就要說 這筆錢要幹嘛 你要寫他的整個出處 要寫他的要項 然後呢五十六億說轉走就轉走 這個不是太扯嗎 結果呢 這個網友B更好笑了 這個網友B說 丟失五十六億 比輔儀丟掉大清都還要更難啊 怎麼會這麼扯呢 但重點是錢不見了 那剛才呢 其實有談論到喔 中國銀行現在引爆了所謂的裁員潮 這一波的裁員潮多恐怖呢 來跟各位說說多恐怖喔 他們美國的整個所謂的投行業 看到那個數字嚇一跳 他們說你們中國的銀行可以這麼玩的喔 中國銀行現在前六大行喔 單單今年跑掉了兩萬五千人 前四十二大行 總共人砍掉了兩萬五千人 他們美國人說 你們這樣子你們的銀行還能夠操作嗎 還行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的經濟大幅下行 那中國經濟大幅下行 沒有那麼多的經濟活動 就不需要那麼多的銀行啊 所以銀行現在怎麼辦呢 第一個裁員 那這個裁員怎麼裁呢 第一個把你的薪水先減掉二分之一 看你走不走 如果你還不走的話 把你一次跨好幾省 例如說呢 你住在整個東邊的省市 往內掉 往陝西 往江西掉 你住在北方的省份 東三省就把你往南掉這樣子 把你做折磨 但現在有一件事情大家看不懂 剛才其實陳彥有談論到喔 好多高管現在紛紛在辭職 阿姬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發生什麼事 重點那幾個字 倒查三十年 喔 所以現在就是說過去 離子還得查吧 過去倒查三十年的過程當中 我現在風風光光的離開 過去有存點錢 過去有些家底的 我就是平平淡淡的過日子 如果說真的被抓到的話 不但喔先跟各位說喔 你過去存的會被抄家不打緊 搞不好還被抓去關 搞不好還被抓去關 所以呢很多 先跑沒查那麼快 沒有錯沒有錯 所以現在呢很多事情很奇怪喔 中國現在的金融業就是 高層的想要趕快跑 低層的不想跑 可是沒有需要那麼多人繼續卡 好這當中有一個很神奇的人 就叫這個所謂的孫德順了 這個孫德順很神啊 多神呢 中國唯一從出納員做到 國營的分行長的 而且這個人很厲害 他說收費 我收費從來都不收現金 太低端太簡單太粗暴 這句話柯文哲可能要聽一下喔 他說這個呢 收現金太低端太簡單太粗暴喔 他還設立了三層的影子公司喔 所以簡單的說過去幾年 他其實在那邊收費的過程當中 大家都找不到 這個時候突然間想到耶 柯文哲也有設定一些募可公關啊 對不對 也有設定一些眾望基金會啊 也有設定一個新故鄉的一個智庫啊 很奇怪耶 收錢的 做整個政治募捐的 然後賣選舉小物的 也都難難這會 其實這件事情也說不清楚啦 但重點是在於呢 這個孫德順呢 後面很誇張 為什麼呢 前幾年各位都知道 中國蓋房子蓋得風風活活的 那個曾經有建設公司的老闆一次跟他行賄四千四百萬 然後他就說呢 你就分批給我貸款 貸款的金額是一百八十一億元喔 先說喔 這句話這個是低於行情 中國他們一般喔 拿到多少錢的話 要拿五趴到十趴的水錢 所以一百八十一億的話 正常來說要拿十八億才對 所以拿這個四千四百萬算是少的啦 但重點是他真的拿非常非常多喔 前前後後收費高達四十四億的一個台幣 可是後面呢太誇張了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各個銀行喔 他們中國有人民銀行 人民銀行會到各個銀行去做控管 控管的時候就說奇怪了 你這間銀行的呆账率為什麼特別高 比別人都要多百分之四十以上喔 所以這件事情才曝光 後面孫德順判辭緩 衛生局第一時間帶回所有涉案食材 其中這一代勝於阿拜 被檢驗出小米托福松濃度異常高 分別去測檢測它的濃度 那我們發現小米的濃度是異常的高 是在405的ppm 小米被驗出劇毒 家屬嚇了一跳 向警方表示小米是別人送的 而且做阿拜時小米會先清洗過 泡水再倒成敗 加上小米是恨做不會使用農藥 托福松濃量這麼高 其他農友聽了也覺得有點意外 是不是根本也不用農藥 不用不用小米不用農藥 台東當地米店業者也說 從來沒聽說過小米有農藥殘留的問題 不解意外怎麼發生 我沒跟你說過小米是鎮靠的 鎮靠從多人來的 那可能是百分米吧 小米應該比較沒關 根據出院的患者說法 吃的當下有覺得味道怪怪的比較鹹 兩個小時後大家陸續出現身體不適的情形 警方和衛生單位再次重返 增性阿嬤家的廚房 擴大採檢 除了要追出小米來源 也不排除米粒 是否有被其他食材污染的可能 為了用保險金還獨債 不惜殺害身邊三名至親 她是金智媳婦林宇如 也是台灣唯一女死囚 我真的 我絕對不是故意的 還有為了教訓老婆 用汽油彈燒的卡拉OK 造成無辜民眾 無死八傷的縱火犯林望仁 以及在天母豪宅 槍殺兩人的地方叫頭沈其舞 這三人都是死刑囚犯 主張心智缺陷 但憲法法庭20日宣判 死刑核限但限縮條件 這幾名死窮未來若提起 非常上訴 有機會不用槍決 此行門檻升高 不過心智缺陷 有沒有可能成為免死金牌 變成法律漏洞 法界認為鑑定內容 應該更為嚴謹 這些人未來是免死的部分 已經確定 可是未來這些在修法的時候 應該要確認說 這個心智缺陷或者是 這個鑑定的內容 到底是怎麼樣是嚴謹的 避免說很多被告都說 我都有精神障礙心智缺陷來逃死 那避免形成一個漏洞的話 希望說這個主管機關 能夠做這個相關程序 進行一個嚴謹 另外還有綁架 建商私票的 黃春琦和陳毅龍 由於當時五人勒索殺人罪 是唯一死刑 現在被判違憲 後續確定會提起非常上訴 這五人成為 37名死刑犯中特殊案例 有機會透過上訴翻盤 雖然法務部提到 這些人犯人得依法收容 不會有釋放問題 但被害家屬等多年 沒得到執行 如今受到這種結果 恐怕無法接受 台灣最近發生一起 可以說是怪案 就是好好的結果吃 蝸牛其實是不能吃的吧 我記得蝸牛 曾經發生過好多次慘案 因為裡面有一些細菌 對不對 最近這一起究竟是意外 還是說有人刻意毒殺 現在引發滿大的爭議 這個原住民 他們常講的那個叫阿百 那阿百這裡面就是 像小米粽一樣 小米粽裡面會包這個 生的蝸牛 他自己包的 還有這個山豬肉 還有用這個血銅月去包 然後包在裡面一些東西 這個料還有小米在裡面 那沒想到這個83歲的 這個真姓祖母 這個阿嬤吃掉了之後 沒想到就應該是食物中毒 然後就這樣熟了 那可是當時家人 就以為他身體不好 只是生病 然後就這樣病發就走了 以為是這樣 沒有想到是這個食物中毒 結果沒想到家人陸陸續親友 去了那個部落家裡面去慰問的時候 後來有11個人 又把這個裡面的阿百拿出來吃 分食 開始 結果11個人都中毒 然後接著 最奇怪的是狗也有吃 還給有狗吃 給狗沒事 後來就趕快送醫 其中一個那個死者的那個 真姓阿嬤的 他的這個兒子 在開車載著自己的小孩的時候 他急得要命 他說開車送到台東的馬街醫院 他開得比救護車還快 一直聽到後面的小孩在聲音說 他快沒有呼吸了 那個整個呼吸道都沒有 剛剛惠敏你一開始就講 以前就曾經有吃蝸牛出事了 那你這個 而且蝸牛是什麼來的 是那個阿嬤跟他的兒子 跑去家裡附近的那個農田地裡面 抓了一大堆的這個蝸牛 然後說什麼灑了農藥之後 抓了一大堆的蝸牛拿回家 然後洗乾淨之後 開始要這個宰殺 然後開始用這個小米粽的這個原料 就把它做食材 可是後來去化驗送到了整個衛福部 也送來台東縣衛生局也在化驗 發現那些蝸牛 並沒有沾到所有的這個農藥 有機磷脫腐鬆 為什麼 因為陸陸續續送醫了這個 十一個人 那除了那個他們死亡的死者之外 其他救回來的他們的身體裡面 都發現有這個農藥 有機磷脫腐鬆的反應 這個江守山腎藏科明就講說 不能排除 會不會在內部家族內部 還是什麼人有那個下毒的這種狀況 下毒我就很快跟大家講說 這個是1970年 民國59年發生了一個 震驚全台灣的嘉義縣 吳鳳香來吉村的一個下毒事件 當時這個13歲的這個小女兒 叫湯春花 她在這個家人幾乎有六個人被毒害 她自己的親生爸爸 還有她的這個哥哥也都死掉了 那本來一家六口被毒害 兩個人死了 四個人救回來 後來那時候全台灣就開始去查 為什麼只有她那個小女兒沒事 連她媽媽都中毒 之後來被救回來 因為後來發現 只有這個小女兒13歲的湯春花 她沒有吃那個白飯 因為她趁她媽媽五點多的時候 在那個忙進廚房忙進忙出 她就去她那個繼祖母的這個房間裡面 撿下兩包的這個阿特林的農藥 然後把她農藥的那個東西 摻到了她的白飯那個飯裡面吃 她只有喝一點蛋花湯 所以她沒事 後來警察 她到了警察局 派出我做筆錄的時候 良心發現就把這個整個案子坦承 說因為她覺得她爸爸媽媽 對她很苛刻 她的姐姐 兩個姐姐都可以讀國小讀到國中畢業 只有她不行 然後那個她的 而且她發現說她如果 她跟她的同村的18歲的一個 成性的男子相愛 然後結果後來她跟人家結婚 她就想說她如果繼承的家產 她可以去把這個 同村的這個相愛的男生被搶回來 然後可以跟她姐姐兩個人一起分這個家產 兩分的水田地跟五甲的山地 很大欸 可是警察就對她這麼早熟的想法 非常吃驚 你自己一個人做的 她還寫下千字以上的這個 毀過書欸 後來抽絲剝錢才發現 原來有人教她 誰教她了 是她的剛剛我講那個繼祖母湯龍光 那個繼祖母 因為也不是跟她那個這個湯春花的爸爸媽媽 有血緣關係 是她的這個繼母就對了 那當時後來就是為了在分家產的時候 跟她的繼子吵過一架 就是已經死亡了這個 被她毒死的這個爸爸 她叫她的孫女去毒 結果後來她就叫她孫女說 哎呀就撩撥她的情緒 你去做個事情之後呢 那撩撥到時候家產就由你來分 你跟你那個二姐來分 你的叔叔去當兵也不會回來跟你搶 阿嬤也不會跟你搶 所以你就去把那個阿嬤房間有農藥 你就拿去那個下 所以最後這個因為不滿十四歲 只有十三歲湯春 她雖然自白了一切 但是案情後來又抽屍剝繭發現 不是那個樣子 她最後三年感化教育 至於她的繼祖母 在那個年代五六年代 當然是判處死刑 台灣社會很多事情都需要凝聚共識 但是沒有想到死刑 這件事情共識度蠻高的 大概有七成五以上的人是反對 廢除死刑的 來看憲法法庭 現在最近針對的是台灣 到底死刑合不合憲 憲法法庭有了一個說明 但是沒有想到在台灣 又引起了軒然大破 為什麼 憲法法庭的說法是說 死刑在台灣是合憲的 但是要限縮適用範圍 有的人就跳起來說 那豈不是就是沒有死刑了嗎 要判死刑難上加難 怎麼說 比方說這幾個案罪 最後都有殺人的話 犯戒情結雖然嚴重 但是只要 偵訊的時候有強制辯護 第三審需延遲辯論 然後就是在整個 刑事過程當中 有任何程序不嚴謹的地方 通通都不得判死 行為的時候審判的時候 有精神障礙心智缺陷 也不能判死 還有包括以前過去台灣有所謂的 唯一死刑這樣的一個方法 唯一死刑是違憲的 所以現在包括了陳奕隆 黃春奇 涉及綁架建商 綁票勒數案 當初是唯一死刑 現在已經不可以了 所以他們兩個也有可能逃過死刑 好了 瑞德大哥 這現在是群情嘩然吧 雖然合憲 但是條件非常之嚴苛 對 沒錯 那麼事實上大法官的解釋 有解釋等於沒有解釋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表面上看起來 好像維持了死刑的存在 但是條件全部從嚴 那麼他的法律依據 我不知道他的等於說法律依據 是這些相關的法律依據 是根據哪一個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裡面的哪一條 有這樣的一個規定 因為其實要犯最嚴厲之罪 是來自於馬英九當總統 所通過的聯合國兩公約 問題在於台灣並沒有 並不是聯合國的相關的會員國 而且這兩公約 也沒有送進聯合國裡面 所以聯合國根本不承認台灣 但馬英九把它入法 入法了以後 結果現在很多的法官 本來就不判死刑 你沒有發現判無期徒刑 為什麼 因為要犯最嚴厲之罪 請問何謂最嚴厲之罪 甚至於有法官去說 跟東南亞的蘇陸軍 多殘忍多殘忍 那還算是最嚴厲之罪 那麼在這裡面的 這個37個死球影響最大的 他們都有這個非常上述 重新翻盤的機會 這個是為什麼今天很多被害人的家屬 沒辦法接受的地方 像那個王宏偉 一個淡水的本來一個小開 建設公司的小開 因為為了要追求一個張小姐不成 竟然在淡水直接開車撞了以後 把他載走的過程當中 被人家發現報警了以後 在半路上 他想要下車看看他還活著沒有 結果他突然間驚醒 被害人驚醒還活著 竟然把他砍了176刀 然後沒有人性的這個王宏偉 他一審時候判無期徒刑 卻因為 那麼寫給 再跟他媽媽 這個等於說寫給媽媽的信裡面 叫媽媽先不要付相關的 這個等於說民事賠償的錢 以免沒有錢也沒有小孩 結果二審就把他改判死刑 最後定案 像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